专注于带来潜力球员的第一手信息 大家好,我是Terry 惊吓的Nike EYBL刚刚结束 又有球员做出了重磅承诺 首先是昨天,在ESPN上排名2023届全美第13位的五星小钱 Justin Edwards 承诺将会加盟肯塔基大学 在过去的几个月,这位身高6尺7寸201公分 臂展超过6尺10寸的侧翼 将选择缩小到了两所学校肯塔基和田纳西 最终还是选择了前者 成为了2023届第二位承诺肯塔基的五星高中生 另外一位是在ESPN上排名同届第五的天才后卫 Robert Dillingham 在刚刚结束的Nike EYBL的赛程中 Justin Edwards表现出色 场均可以砍下16.6分,6.5篮板 而在Peach Gym锦标赛 这位左手将率领球队一路杀到四强 还在对阵克里斯保罗队的比赛中 面对刚刚宣布跳级加入南卡大学的GG Jackson 砍下了17分,13篮板 这些也都被肯塔基名帅江凯利·佩瑞看在了眼里 现在看来,对于2023届的招末 肯塔基和杜克不分上下 但如果肯塔基再可以拿下全美第一Digi Wagner 则会取得相对领先 而在今天于ESPN上排名2023届全美第九的野兽前锋 Omaha Biliu 也承诺将会在高中毕业后加入俄亥俄州立大学 这位身高近68寸203公分 臂展超过7尺1寸的体能怪 在球场上爆炸力十足 他刚刚在Peach Gym中帮助球队拿下了分组冠军 Omaha对于篮筐的冲击力 让人们联想到了当年的Jannas Kuminga 除此之外 他在篮板球和风盖上也有一定造诣 不过Omaha还在社交媒体上说 我110%会加盟俄亥俄州立大学 这是我的家 还是让人们联想到了去年的转学之王 Dial Johnson曾说过 我1000%会加盟俄乐冈大学 可最终他还是取消了承诺 毕竟在这个时代 包括NCWA在内的多方机构 都在竞相争夺潜力高中生球员 这也让球员们站在了优势地位 手握主动权 一年的时间可以发生任何事情 取消承诺已经成为了家常便饭 现在2023届的潜力球员中 已经有超过六成做出了大学择校承诺 而还没有做出承诺的球员中 除DJ Wagner之外 小皇帝詹姆斯的大儿子Bron James的动向 也尤其受到人们的关注 Bron James从小就站在聚光灯下 也早早在篮球场上展现出了天赋 据报道早在2015年 他就已经收到了某所大学的offer 甚至詹姆斯还公开说过 你永远不应该去招募一个10岁的孩子 到现在 对Bron James公开表现出兴趣的D1强效 包括 杜克 堪萨斯 肯塔基 北卡和UCLA等名校 但看起来Bron James并不着急做出选择 在打完Nike EYBL之后 他又马不停蹄地带着追逐伟大队 杀到了拉斯维加斯参加邀请赛 这一次Bron James又组了一团大的 并已经完成了一场比赛 多名顶级高中生球员加入了这支球队 其中包括2023届全美第五 已经承诺加盟肯塔基的Robert Dillingham 2023届全美第八 在詹姆斯自传电影中任主角的Mookie Cook 还有2023届全美第三 McKenzie Mabako 不得不说组织功力也是一种能力 高三赛季Bron James场均可以砍下8.8分 3.3篮板 2.8助攻 1.9抢断 数据平均 却略显平庸 在高四赛季开始前 他也在想各种办法做好准备 等到赛季开始后 完成数据端的冲刺 此外 今天詹姆斯的二儿子Brice James 也靠着罚球绝杀 帮助追逐伟大16U赢得了比赛 在比赛中 转播方也对Brice进行了介绍 来自于赛拉峡谷高中 身高66寸198公分的前峰 看起来Brice身高超过Bronny 已经是实锤了 兄弟们这就本期视频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